好 回到環球大戰線 中東情勢又要變化了嗎 因為現在加薩地區 唯一還沒有開啟地面戰的地方 即將要淪陷了嗎 以色列現在地面部隊 準備開進Nafa 那國防軍現在就等一聲令下 那這恐怕會造成 雙方現在開戰 也拿來最大規模的傷亡 因為現在在當地 是超過110萬平民的 中東下一波的新火種 即將引爆嗎 對班戀亞來說 他要選了 他現在真的是蠟燭兩頭燒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今日以色列的媒體的 最新的報導 他說現在呢 以色列政府 已經做出決定 進入拉法掃蕩的行動 很快就會發生 同時 納坦雅胡的政府發言人 是這樣講的 以色列正在沿引 對拉法發動地面戰的相關計畫 好 確實 我們帶你來看看 往下看到這張照片 這場戰爭一觸即發嗎 因為現在似乎以色列是完真的 這個照片 是微信照片拍出來的 這個地方呢 就在整個拉法以北 大概5公里的地方 現在帳篷都準備好了 國防軍這樣講的 以色列已經採購了 4萬頂的帳篷 那每一頂容納大概10到12人 準備在進軍拉法前來撤離平民 這個數字我們先提供給大家一下 因為現在在當地 大概230萬的平民 幾乎一半以上 通通都在拉法地區了 所以將近110萬人在這裡 那你說4萬頂帳篷 每頂10個人 頂多就是40萬 這樣的帳篷數夠嗎 我們來問一下大使了 這個拉法確實以色列 進攻拉法真的會有可能成真嗎 那它可能會是中東的下一波新火種 對 我想這個各位觀眾 大概可能大家都談論美國大選 可能忘記 Netanyahu他年底 也要面臨大選 OK Netanyahu本人 吃了蹭駝鐵的心 他決定繼續要幹 因為就在前不久 前幾天 英國跟德國兩國的外長 英國是外相 德國外長 就訪問了以色列 那麼跟Netanyahu見面 他們兩個都很明顯是幫西方國家 來勸遊說Netanyahu 然後就講了斬丁接鐵 你們的意見我都聽到了 但是以色列要走 我們自己要走的路 跟英國兩國德國 這都是摸鼻子回家了 所以我覺得以色列是繼續打 那麼但以色列它的目的 它只要是在施以更多的壓力 在國際的速度上 也叫bluffing 也是為了要一個一個 對 虛張聲勢 造勢 你看現在它造就放話 然後逼得美國國安顧問 蘇利文也說 我們現在跟以色列 談論這個問題 所以把這個橫話放出來 動作也做得出來 帳篷也埋好了 就逼得說 我就在建在爐上 現在閒上 現在閒上馬上又開始開發了 那麼你們美國該怎麼辦 然後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它不能說現在就鬆手了 它繼續延續對抗哈馬斯的態勢 因為它不對抗 放軟的話 它國內的支持度馬上急劇地暴跌 對內塔亞戶的競選是很不利的 所以這是一個政治人物的 一個面臨的宿命 他必須要往前走 在犧牲再多的加踏走廊的無辜平民的 對不起 這也是一個collateral damage 附帶的損害 它沒辦法 所以但以色列會不會打一個無限制戰爭 我想不會 它就打了一個鏡頭來 然後最後逼得西方國家也好 或者哈馬斯 或者巴斯坦 或其他一些中東的國家 這樣調停或調和 我們再談條件 Trader那個give and take 打我們以色列最後的目標 那為什麼他要選拉法呢 是因為這個地方 他覺得徹底消滅哈馬斯 我只能進攻在這裡 剩下最後一個據點 拉法是一個重要的城市 一個工業大城 而且他好像在跟哈馬斯的巴斯坦 他對外的貿易關係 也有很重要的影響 拉法已經變成一個明星的 一個具有指標性的城市 他過去打過拉法 也造成大選 繼續拉法 拉法就是行錯在 今天以色列對抗哈馬斯 就以拉法作為指標 他被在找一個小城市 他就分散注意力了 稀釋他的那個戲劇張力 是 那的確就像大使剛才講的 其實他其中一個目的 也是要逼就是哈馬斯 你要上談判桌 我們要能夠談出一個東西 那現在最新的消息傳出來了 或許或許這個是有一些進展的 因為現在以色列就稱了說 這個會談是有進展的 埃及也說 目前就實現加沙停火 來說這個收窄分歧了 我們來看一下這場會談 這場會談主要就是涉及到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這個武裝組織哈馬斯之間 包括交換人質的相關的協議 這是目前來說 納塔亞胡國內他們最在意的一個事情 還有就是以色列可能對 加沙南部的城市 這個拉法採取的軍事行動 那一旦這個會談開始有一些進展的話 會不會就讓整個他的進攻時程 往後延遲 或是說會有一些變化會出現呢 畢竟現在西方都不願意看到 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們來看一下 要請問一下教授了 你看現在西方國家大家都在說了 這個挪威的難民理事會的秘書長就說 你對這個拉法的地面攻擊 這恐怕會造成所謂的末日般的劫難 那美國當然也這樣不願意看到的 這個華盛頓都強調了嘛 現在確實他們跟以色列還在討論 這個進攻的問題 那你怎麼來觀察呢 確實這會不會造成更大的人道危機 確實就是說現在江湖傳聞 似乎美國有某種程度的同意以色列去打拉法 而交換以色列不在整個的一個 跟伊朗的一個衝突上面 去拉高這樣的一個衝突的一個可能性 也就是說用談判上的一個交換的一種戰術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江湖傳聞的一個可能性是高的 因為畢竟如果以色列跟伊朗之間糾纏不清的話 伊朗也是強國 那以色列也是強兩強相爭 兩虎相爭的話 那對於整個的一個中東大戰 一觸即發的一個情勢 美國可能沒有辦法控制 那所以呢那樣的一個情勢是非常非常複雜的 那所以呢美國不得已退而求其次 某種程度的同意以色列進軍拉法 我覺得這樣的一種可能性是高的 而以色列集結重兵 把這個整個態勢做出來 似乎就是要打拉法這樣的一個態勢 我覺得主要來講的話 在策略上戰術上的一個運用來說 可能有幾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來講的話 當然是以戰逼合 好 這個是整個的一個外交折衷上面的一個必然之舉 我就說我透過整個大軍壓陣 產生 讓你產生一種 對你產生一種震懾的一個力量 你會怕的話 上談判桌的可能性就會比較高 那第二個來講的話 也就是說用這樣的一個高強度的一種威嚇的一個方法 我希望能夠在人質談判的過程中間 取得對我有利的一個進展 這樣子納坦雅胡也可以對國內去做相當程度的一個交代 我覺得在策略上面來講的話 應該有這樣的一種考量在裡面 那可是也就如我們剛剛所講的 拉法它是一個 現在大概加薩230萬的一個居民 大概一半都撤到這個跟埃及有接壤的一個拉法地區 那也傳出就是說 以色列似乎已經買好了 準備好了4萬頂的一個帳篷 要開始在進軍拉法之前 把平民給撤進來 但就是問題剛剛也講 就是說美頂帳篷大概只能容納10到12個人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來講的話 這樣的一個動作似乎有一點點會被人家責難 那但就是說如果就納坦雅胡的一個 理性的一個決策考量來說的話 我覺得今天如果他不做一個 進軍的一個動作來講的話 他的面子會下不去 國內的壓力可能會爆棚 他年底的選舉來講的話 可能就不用選了 那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來講的話 整個情勢似乎有一觸即發 箭在懸上不得不發這樣的一個情況 但就是說我還是會認為就是 以色列把這個態勢繃得非常非常緊 某種程度也是給美國一定程度的壓力 是不是你能夠想出這整個合作連橫 或是折衝尊主的一些相關方法 能夠做一個東道主做一個調停者 或者是釋出更大相關一些資源 把這樣的一個情勢做一定程度的控制 讓我以色列納坦雅胡也能夠對國內有相當程度的一個交代 因為不然的話 如果這個整個以軍真的去開始打拉法來講的話 真的就如這些救援組織所講的 這個確實會引起人道上面非常大的一個責難 以色列扛不住 我坦白講美國也扛不住 所以以色列這樣的一個動作似乎是硬要把美國拖下水 這樣的一種感覺就看美國怎麼用智慧去進行一定程度的處理了 是 所以各自都有各自的盤算 那我想問一下孝偉哥了 那當然因為現在大家不願樂見 而且現在最擔心就是說 中東會不會引爆新一波的火種 怎麼來說呢 你看這是這個政治大選外教系的監獄教授 李登科他這樣講 美國跟伊朗現在有默契 就是我們降低我們各自的衝突 但是以色列你要不要進攻拉法 這可能會造成新一波的中東情勢再度升溫的關鍵 為什麼 因為南部是哈馬斯 北方還有黎巴嫩真主黨 那你遠方還有伊朗 所以一旦你去進攻拉法的話 你哈馬斯還沒搞定 那真主黨的戰火又來了 那伊朗又在後面純純欲動 所以整個中東開始變得非常的混亂 這是不是基本上國際間最不樂見的 但是我會覺得就以色列這次進攻拉法 當然某種程度來說 他可能是要針對巴勒斯坦的這個問題 特別是這個哈馬斯的這個部分 他尋求一個最終解決方案 也就是說他一定要徹底的 那個將哈馬斯非武裝化 以及將加勒大地區非武裝化 這是他想要做的這個事情 要不然其實如果今天 就算現在停火了 現階段停火了 未來還是沒完沒了 那但這一段時間 這個其實我們看到了 好像伊朗的這個角色 在這之中好像大幅提升 但其實我一直覺得伊朗的問題 可能不見得是最大的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從大概差不多 川普還在擔任總統 2018 2019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其實 當時川普總統不是下令 在伊拉克的巴格達機場 暗殺了蘇雷曼尼嗎 之後其實那個時候 伊朗有對美方進行一系列的報復 包含攻擊在伊拉克的美軍基地 造成多人受傷 還好是沒有人死掉 但造成多人受傷 甚至還把美國一架非常造價高昂的 那個MQ-4的這樣一個無人機 把它擠落 一架1億多美金的這樣一個無人機 就把它擠落 所以當時如果各位印象 還有印象的話 當時川普曾經說 我決定要反攻了 但是我要發動攻勢的時候 我就想到就會有很多軍人的家庭 因此而破碎 最後我就決定不做 但其實背後真正的原因是 其實伊朗在中東 真的畢竟是一個大國 你今天如果一旦對他挑起了戰火 你發動了攻勢 就沒完沒了 所以你看到這次伊朗對 以色列所進行的報復 因為當然是以色列先動手 伊朗的報復行動 基本上來說算是還算滿節制 而且其實並沒有真正要把你 以色列壓垮的這個意思 但是就是有點像是高手過招 點到為止 我已經點到了 同樣的以色列也知道了 伊朗這次的報復 是一個點到為止的報復 他後面 雖然說他面子掛不住 他也在做了一個小的報復行動 但也是點到為止 所以我個人看 米色列跟伊朗這一段大概就到此為止 雙方都知道彼此的實力跟底線在哪裡 這個時候對於大台雅虎來講 我就找小孩子來打 今天 找弱的去打 原因就是在於哈馬斯組織 你在拉薩邊界給我亂搞 搞錯去年10月7號的這樣一個行動 我就是還是要找你算帳 因為他其實找哈馬斯算帳 某種程度來說 他在國際上還算嚴正名順 只是因為他後面手段過當 然後造成了過大的這樣一個平民傷亡 以至於就是說現在各地反遊勢力 不斷的增加 但是他也可以藉由這樣一個 打打談談的這樣一個過程中 第一 可能把現在 還在哈馬斯手中的人質要回來 第二 他其實還是要對哈馬斯 進行這樣一個叫最終解決方案 他一定要設法把哈馬斯 完全徹底的非武裝化之後 他要不然的話 他的以色列南境 特別是西南境 靠加特在這邊 永遠三不五時 要被哈馬斯搞一下 他也受不了 對 是的確 我想問一下這個大使 其實就像我們延續剛才講的 確實對於拜登來說 他今年要選了 但是他國外 有這麼多的戰爭戰火還在延燒 但國內他還要鎮壓 他自己的示威遊行 畢竟現在他國內的抗議 一大多都是名校 包括哈佛 包括這些名校 而且都是師生出來抗議 他們抗議的什麼 美國挺巴勒斯坦的示威 這個示威潮現在持續在延燒 這些師生要呼籲就是希望 加沙是永久停火 而且你不要再去軍援以色列了 比較嚴重的一起發生在24號的 你看這是德州大學 奧斯汀分校的畫面 那是肢體衝突 那是警察跟學生 這樣的一個畫面傳出來 國際間就會有聲音 就會有他發的聲音出來了 34個人被捕 今年好多大學的畢業 你通通取消了 你怎麼來看這樣一個態勢呢 尤其娜丹雅霍 還這樣出來講話 他說這些大學挺巴勒斯坦的 抗議活動 是很可怕的喔 你們這一些反遊的暴徒 佔領了這些一流學府 他要求是要消滅以色列 問題是你怎麼看呢 這對於拜登他這次的選情 國內這些通途會不會有所影響 而且這些大多都是民主黨的支持者 對 我想這個 我們俗話說 這個外交是內政的延長 可是今天開始 內政變成外交事務的反撲 反回來了 但事實上今天這個美國各大學 這個包含我的母校 哈佛大學在內 那麼為這個美國援助以色列的事情 哈佛跟耶魯校長先後已經下台鞠躬 在美國的教育史上是一個很難 是一個非常尷尬的一個情況 對美國的民主政策 美國的教育的品質 並不是一個光榮的事情 但今天美國這個運動延燒越有一種 美國社會是不是分裂了 有人問 我個人一直認為美國的社會 我從我在美國工作多年的觀察 美國社會已經分裂了 已經分裂了 這不是一個什麼什麼正在 現在進行式 是一個現在完成式 還未來進行式 好 那麼這個 而且現在更離譜的是 現在美國的政治人物來炒作這個議題 他不管美國社會的安定或分裂與否 像那個議長就是率先 他議長那個Michael Johnson 還要召見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去 要嚴肅地管理這個事情 他是支持猶太人的 以色列的 那麼所以 這讓學生更火上加油 反彈更大 所以美國今天 你說一個堂堂的 一個哥倫比亞大學的校長 會被一個政客叫去問話 還威脅他 你再不好就把你 把你犯了到 不是像我們台灣過去的卡管政策有點像 對不對 卡校長 然後今天這個各大學學生的示威了 讓我想起過去在那個上個世紀的 這個60年代 70年代 反越戰就從美國各大學校園開始的 那現在這個要是這個以哈戰爭 一直不能夠塑料結束的話 這個美國各校園 現在從不然是東岸的這個長城大學 也燒到中西部跟南部 都變成一場校園的火焰越燒越廣 對美國大選 我覺得真的是美國今天大選 可以說是內外兩面煎熬 這可以是美國的宿命 但是拜登政府的 比如說兩頭燒 那麼川普等著看好戲 可是川普現在也不敢亂講話 你講話你得罪這邊就影響那邊 所以很多事情 我覺得美國這是一個很不幸的一個2024的大選年 但是這個事情將來是很棘手的發展 是 好的確 那現在當然中東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現在也要崛起了嗎 它去跟中國牽手了 怎麼回事 馬上回來 地人政治 內政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動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大戰線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